很多人不太了解文革 他们常常以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文革 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一个纪录片来了解一下文革 教室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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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教室教练 帖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 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对他们表示热烈支持 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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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 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 革命老干部被先后打倒 1967年1月 陶铸被误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突然打倒 当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 被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 从四川救回北京惨遭殴打直到韩冤逝世 北京街头还出现大标语要打倒朱德 1968年7月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 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随后 康生又制造了 无限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名单 和无限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名单 同年12月 谢夫智制造了 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 在这四个名单中 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103人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52人 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76人 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理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 这些被诬陷的人 先后都受到了迫害 其中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8人 国务院副总理12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2人 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4人 中央军委副主席6人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11人 林彪、江青还迫害地方大批领导担部 制造了大量冤案 如新疆叛徒集团、广州地下党、云南赵建民特务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北邦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等等 文化革命中起初称为群众运动 后来变成运动群众 在林彪、江青等的插手挑拨下 一些组织逐步发展成为相互敌对的派别 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舞斗 1967年7月 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 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立的活动 被误为反革命事件 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 在报刊上公开提出 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 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江青提出文攻武畏的口号 康生甚至指示发枪给造反派 由此造成了宁夏青铜侠流血惨案等一系列事件 1967年8月 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策划和制造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场的武斗事件 为了搞乱全国 林彪江青一伙把手伸向公检法等专政机关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志扬言要砸烂公检法 全国各地发生了冲突公检法机关 抢夺档案 残害公检法人员 甚至冲监狱放犯人的严重事件 1968年3月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杨成武、余力金、傅重弊事件 他们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他们的职务 并将余力金逮捕法办 随后改组了军委办事组 黄永胜任组长 吴法县任副组长 叶群、李作鹏、邱惠作等为成员 不久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 由军委办事组领导 至此 以军委办事组为核心的林彪集团已经形成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支持下 造反派组织在冲击党政军机关的同时 开始了全面的夺权活动 这就是红卫兵运动 而红卫兵运动只是整个文革众多运动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文革究竟如何了 大家如果对文革感兴趣 可以看看中央党校习宣金春明教授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 增进心员 中目的